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听佛菩萨说话是真的佛菩萨 假的佛菩萨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现在冒充佛菩萨的太多了 那么你要是知道这些四十真相 就是听到看到 也不要放在心上 常常想着《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生欢喜心 这就对了 楞严经上讲得好 凡是见到这些相 你不把它放在心上 对了 一放在心上 着魔了 你就吃亏上当 为什么你着想 立刻妄想分别执着全部带动了 而且你还会炫耀 我看到佛了 听到佛了 你们功夫都不如我 不知道自己着魔了 很多 不可以 要小心谨慎了 所以你这是看到 他心里想 对你自己的修学 是有帮助 还是有损害 那你要从这上看 他给你讲的 对你所修的这个法门 是有障碍 还是有帮助 我修的这个法门 对我的法门有帮助的 我可以听 如果他说这个法门不行 你也去改个学乡 另外一个法门 那就无麻烦来了 这决定不能接受的 金刚经常讲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我们选择一门 就是一门深处 你一生不改变 才会有成就 常常改变 常常听别人的这些意见 自己没有主宰 很难成就 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